海豚鷹 来 我们有请他们上来 我真的不说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你真的别害我 有请小亮 王真亮 有请大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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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没女朋友嘛 反正问男艺人都说没女朋友 你没女朋友嘛 但是你觉得亮音 如果作为你未来女朋友的标准 哪一几点是符合的 太熟了 真的太熟了 所以说她身上 我知道你肯定不敢能讲 就讲哪几点是不符合的 不符合的 好 你说吧 大家准备好状况 结果说到明天早上 还有白菜 我觉得她太可能 我如果是有女朋友的话 可能不希望她这么累吧 她自己太较劲 不希望对方是工作 她会随时随地都在工作 天天跑 因为她今天哪去了 明天又在哪了 后天又在哪了 你就会觉得地图上面点点点点 就这种感觉 原来导致亮影和小亮 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她们都是空中飞人 亮影不愿意做小亮背后的女人 插播一条广告 在1月18号 张亮影全新专辑 我相信张亮影将会 会干嘛 隆重登场 预购 预购 预购版 有我制作专辑的花絮 比如说怎么做 拍MV的花絮 还有我录歌的花絮 还有我在台北那边去 就是一系列的专辑 唱片的工作的花絮 就属于最真实的一面 亮影大影 大家要有机会看 没有发妆的我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是 因为我要快要发新专辑了 要给大家推荐我的新歌 今天会唱两首新歌 是 应该有朋友已经听到 叫我相信 然后另外一首歌叫I do 看机会吧 我觉得因为周杰伦也是 一个特别好的歌手 而且是创作歌手 在现在好像还不大合适 因为我这张专辑 现在走的可能是 比较不是像中国风的方向 当然我知道他中国风 以外的歌曲也写很好 有机会我一定会邀歌的